众所周知,电视晚会可谓是一个妥妥的中国特色 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上千年的传承历史 在一些举家团聚的日子收看一场电视晚会 绝对算得上一种享受 不管是春晚,还是元宵节晚会,乃至中秋节晚会 常常都会收获无数观众的追捧 但上海政府最近要办一场晚会 可是让广大网友们不仅开心不起来 甚至连想哭的心都有了 4月12号,上海东方卫视突然官宣了一份节目单 大家细细一看,发现这竟然是一场主题为 众志成城同心守护的抗议晚会 这下大家可炸了锅 网友们纷纷表示,这场疫情 上海到底还能搞出多少神操作呢 要知道,目前依旧在封城的上海 很多底层的百姓可以说是生活的水深火热 结果没想到,上海的心思 没放到如何调集物资来帮助大家渡过难关上 反而搞起了电视晚会这种宣传花活 根据上海东方卫视发布的消息 整台抗议晚会将分为节目表演和嘉宾云祝福两个方面 因为是云露制,很多一线明星将会跟大家见面 其中不乏一些天王天后级别的大腕 确实,小编打眼一看 马依丽,郑凯,王一博,张一星,张杰,胡歌,邓超,刘涛,张信哲,姚明,徐征,唐燕,陆毅,江书颖,彭于燕,等等等等 数百位明星赫然在列 确实,官方宣传口号也自豪地表示 阵容超越春晚 可见上海政府是煞费苦心啊 据传,上海之所以举办这场晚会 就是为了来安抚民心 舒缓大家因新冠疫情被隔离在家的焦虑情绪 但实际上,这场晚会一旦开演 恐怕大家会更焦虑了吧 并且为了办这场晚会 上海卫视不惜涉嫌侵权 歌词创作家、音乐人王海涛 昨晚在微信指出 负责举办上海抗议晚会的东方卫视 透过版权经纪人来希望取得免费使用授权 网表示,无论免费或付费 自己都不愿意授权歌曲被晚会使用 然而东方卫视根本不甩,坚持使用 有气不过的网友公开表示 愿意为王海涛找律师 但王海涛坦言,这官司没法打 对方以政治逻辑跟你说事 不以版权法逻辑聊 他表示,自己揭露此事 只是要告诉大家 我没有授权我的作品给这样一台晚会使用 在上海人经受水深火热的时候 我不会干这样的事 这场抗议晚会的消息一经传出 包括广大上海网友在内的全国网民 直接开盆 有网友称,这算什么? 丧事喜办吗? 太玷污了音乐 更有网友表示 基本生活物资都搞不到 搞这些乱七八糟的 上海群众能得到什么好处? 饿死还在唱歌是吗? 还有网友直言 就算肖帮来了也得先吃饱饭呀 人都快要饿死了 您是给我配的桑月吗? 也有一些质疑 现在上海最为重要的事 不是解决物资问题吗? 搞什么音乐呀? 听音乐顶宝吗? 为什么不能从实际出来 做点实事呢? 小编看完这条公告 说真的也是一言难尽呀 试问这样的晚会 大家真的会去捧场吗? 恐怕到时候就是臭鸡蛋 烂菜叶子招呼上去了吧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